大家好 最近美国公布就业数据 也是市场的早点 深增的就业人数超过31万 也是10个月以来最大的升幅 更值得注意的就是 工人平均的时升 也按年增长了3.2% 也是增速是09年以来最快的 如果是过往的话 市场是比较恐慌的 可能会忧虑 这个通膨的压力增大 可能会令到数倍局方面的升息的步伐有所加快 但是最近的情况有些脱俗 因为美股跌得很松 数倍局的主席Power也有很大的压力 这个老板经常在骂他 所以他表态方面也比先前比较隔派了 所以他也表示不担心工资增长的对通膨的影响 反而是比较强调的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的那个期许 保持一个增长 这个也是属于安抚这个金融市场的一些言论 所以这个市场也相对比较瘦弱 他也表态呢 利率的那个政策呢 都没有固定了 就会灵活处理 所以讲完之后呢 这等于没讲 就是由这个投资姐呢 自己去解读 当然是投资姐解读就是隔派了 另一方面呢 就是人民银行也全面降准 就是1% 这个如果是扣时其他的那个回收的这个基金的话呢 大概的像这个市场 啊 净投放8000个亿啊 这个基金啊 主要是希望舒缓的市场的流动性紧张的方面的一个情况 啊 从这个基金流向方面 我们看出啊 这个基金持续啊 啊流出这个美股啊 这个啊 上周的话呢 规模啊 增大到161亿美元 凡是流进的那个新市场方面的基金啊 增加到一个亿美元啊 前周的话呢 啊 就是流出的啊 基金也流出这个日股啊 这个规模呢 有大概8亿啊 美元啊 啊相对上周的话呢 是流露的啊 基金持续的流出这个中国呃市场基金啊跟这个香港的那个市场基金 但是呢 这个规模呢就有所这个减少啊 啊这个港股通方面也是录得那个净流出的一个情况啊 啊 借助就是这个环球的这场表现的话呢 当然是啊 上周我们看见啊 啊这个主要的市场都从这个低位呢有一些啊反弹啊 主要是这刚才说啊这个树被举方面的比较的隔派的一个言论的一个影响啊其中当然是以这个的NASDAQ方面的那个反弹的幅度比较大啊啊 啊另一方面呢啊还是看到啊基金方面还是避险啊这个程序呢还是比较明显啊所以这个也相对啊这个好像一些避险资产啊这个黄金啊跟这个日元方面上周还是保持有一个战势啊油价方面呢啊上周也明显的反弹啊主要是因为现在跌的比较多再加上最近这个产物国家也宣布这个减产 所以这个油价呢暂时稳定下来啊本周我们要注意呢那个数据呢大致上都是美国方面数倍局的一个会议记录啊啊还有就是美国的一些通膨数字啊这一些啊中国方面也有一些通膨数字跟这个货币的那个数据出来展望本周的话呢我们大致上认为呢这个美股啊大家最近也观察到啊这个波动性 非常大原因当然是一部分是由于这个经济可能会进一步放缓放缓啊经过的多达九年的那个经济扩张的一个时期啊这个啊现在已经进入最后的一个阶段啊所以但是从这个啊盈利啊企业盈利放缓的一个情况来讲呢啊美股呢估值呢还起相对比较高 比如说啊这个啊标普啊现在这个本益比呢大概在十四十五五倍但是今年的话呢啊盈利的增长只有8%啊所以相对来讲估值呢还是相对比较高 还有就是加上呢这个市场方面也受到一个所谓一些成熙的那个啊买卖盆的一个影响 所以会加啊值这个市场的一个波动性这一方面投资界要特别注意啊另一方面跟当时啊中美展开这个谈判啊今天也是第二天了 啊昨天也说副总理楼学啊这个也楼合啊也参与这个会谈啊美方方面也有一些比较正面的消息啊这个Cruberos方面也说啊这个大致上对达成协议啊也有一定的那个乐观 啊所以刚刚说的这个几个因素啊一方面啊啊初美局主席的比较啊隔派的言论啊加上这个中美谈判比较乐观的一个程序啊再加上人民行啊呃呃呃呃这个降准的一个措施 我认为大致上应该为这个恒指带来1000点左右的一个账幅啊来做出一个反应啊但是由于啊大家要注意这些都是由啊这个消息层面推动的一个声声市啊但是基本面方面没有太大一个变化 所以我相信一些价值型的投资姐呢会带这个恒生技术呢升到大概是26,200到26,500这个啊主力区间呢就会开始有一些辜货的一个行动 这个令到那个恒生技术呢上升的幅度呢可能会相对比较有限啊刚才已经说了啊市场会议关注就是刚才这个树北局的会议记录啊或是这个啊通膨数据啊中国的 一些通膨数据啊这一些啊最近我们也观察到啊一些新经济股份啊这个跌势还没有停止 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公司一般来讲这个盈利的基础比较薄弱啊估值还是相对偏高啊当然是比较啊有一些基本因素支持的那个腾讯的话呢相对还好啊 啊最近也内地重启这个网上的游戏的审批啊也令到股价啊跟随啊这个消息呢也回升但是我们认为呢这个监管呢未来还是会加强的还有就是腾讯呢是希望啊在转型啊降低对于这个游戏方面的一个依赖但是这个转型的话呢没有那么快会达成预期的这个效果 所以我们估计呢腾讯有一段时间会在300块到330块这个区间里面的上落的一个局面 投资者呢比较适宜呢是以区间啊来买卖这只股份为主 另外啊人民银行降准的话呢我们认为对于啊这个内银股呢是有正面的影响啊虽然是对于他们的进息差啊对于利润方面的推动呢不会太大了但是起码是啊啊会降准令到一些企业的那个困难呢会有所缓解啊这一方面呢当然是对于内银股呢是会啊是受欢迎的一个消息啊 啊加上内银股呢现在这个估值相对比较低啊还有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息率呢支撑的话呢我相信再跌的空间不大反而是如果是试况转好啊大大肆要往上冲的话呢这一类的有一些啊在几数里面的一些内银股呢有可能会跟随啊这一方面推荐也可以多加注意啊以上啊谢谢大家